2020年2月14號 德籍志工范德璐病逝 德國慈禁人范德璐 因為攝乎腺癌 病逝於台北慈禁醫院 享受73歲 把他眼角膜捐出去 他還是繼續可以幫助人 就是他的心得 往生後一岸人間 生前發揮大愛 范德璐是第一位的德籍志工 他在2012年受政辭辰 長年投入慈濟 啟動歐洲難民關懷 意大利地震援助等工作 他有癌症 走路不是很方便 那我常常要他 你要治療 你要就行 他說 舒服 也不是不健康 也不是拖命在那裡 我 哪有可能在家裡 在叫痛 叫悲 他常常跟我講說 他不知道可以活多久 他在他有生的時候 他就說他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 讓他有好的回憶 如穆斯林 或偉重的藝術 像中午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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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中午藝術 也就是中午藝術 所以 併生奉獻生命眾人圓滿武漢 2007年2月14號 馬國男子來臺就醫 21歲的馬來西亞籍男子吳振基 罹患古心為異常增殖症 在花蓮慈基醫院接受手術 留院觀察一個月 本日搭基返回新加坡居住地 時間推回1月18號 在慈基新加坡分會協助下 吳振基搭基來臺 由於腫瘤異常發展 他的臉是一般人的兩倍大 是神經遭受嚴重壓迫 雙眼有失明風險 這麼年齁 爸爸好嗎 感人啊 感人生物 這樣自己要怎麼去做 同年5月也再度來臺復診 跨海治療 此季全方位協助 2001年2月14號 馬尼拉平民區大火發放 菲律賓馬尼拉的西安里市平民區 2月12號發生大火 1500多間房屋化為灰燼 五千多人 無家可歸 睡在路邊 三餐不濟 職工接貨消息 立即勘災和物資採購 本日發放1000多戶受災居民 獲得棉被 糧席 衣物和餐具 馬尼拉中圍大大小小貧民窟 加起來總共住了約500萬人口 火災意外 史有所聞 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職工以行動拉近距離 接下來是醫療